咱们今天晚上的是第三课 让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持续统一 是这一课的内容 这一课的内容我们今天晚上主要做的是点评作业和回答问题 然后咱们今天先要把上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再过一遍 有耐心啊 把上一节课的重点内容过一遍 之后呢我们点评作业 最后我们回答问题 同学们清楚这个顺序了吗 如果清楚了啊 点击右下角的鼓掌按钮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直播课 讲这个直播课之前呢 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在上课之前收到了一位同学的私信 这位同学跟我说 何老师今天用您内解如何与下属反馈不足与问题 不足和问题那节课 如何跟下属反馈不足和问题很有效 与下属一对一沟通了 非常有用 感谢何老师 然后我问了他一句 我说你是怎么做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他是这么做的 他说我按照您的那个问题 我列了一个提纲 然后开始跟下属沟通 这个提纲 我是七个问题 它延伸成了九个问题 哎 延伸成了九个问题之后呢 大概是这个内容啊 大概这个内容 我就不一一讲了 同学们可以把这一页截屏下来 你看看能不能有参考价值 当然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啊 我就把这个截屏出来了 你也可以在听回放的时候 重点看这一页 好吧 他按照我的问题 列了一个自己的提纲 这个提纲呢 比我的问题还要更落地 更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跟我反馈说 所以聊之前 我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你看他做一个管理工作 他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还有保持公正的态度 倾听对方的真实想法 多用问句 比如你自己的问题 你想要怎样做得更好 你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我对他的反馈 以及给他 我对他的反馈 以及我给他的建议 虽然还不是做得很好 但我觉得很清晰 收获很大 这个应该是他第一次 正儿八经的 跟自己的下属反馈 问题和不足 刚做管理者的时候 大部分人带团队 都是寻求一团和气 都是特别怕什么呢 都是特别怕 让下属不开心 特别怕下属离职 所以他按照整个的这个框架 去做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实践 我们只能讲 大家学完要用啊 学完一定要用 如果你不用 光自己在那理解 就白瞎了啊 OK 我们看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上一节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持续统一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让员工怎么样做更有干劲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要找的问题 以及怎么让考员工持续有干劲 怎么让员工更有干劲 怎么让员工持续更有干劲 所以要让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 那今天晚上在微信群里边呢 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说何老师 怎么制定员工的个人目标啊 这个问题太空泛了 太空泛了 这个问题能讲很久 目标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 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员工想要什么 根据员工想要什么来倒推 他完成哪项工作内容 能够满足他想要的 然后有同学就会问下一个问题 川总 如果员工什么都不想要怎么办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你最 我说你一定要跟员工讨论出来 他至少要什么 如果他什么都不想要也OK 那你要招新的人去做备选 紧接着会有新的问题出来 何老师招不到人怎么办 OK 我给你一个招聘的建议 然后何老师还是招不到人怎么办 大家有发现吗 管理里边如果你一直这么思考 你就会发现永远有特殊性 永远有自己的这个问题 永远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所以管理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我要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再明确一下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 我恳请每个同学都写下来 叫管理不讲特殊性 管理不讲特殊性 把这句话写下来 不追求任何一种情况的特殊 不追求任何一种情况 就管理不讲特殊性 如果你讲特殊性 你永远会有找不 解决不完的问题 你永远会有找不到的答案 你会发现你总能有一个条件 是不满足这个情况的 然后你就去论证 那样的话你就干不了事了 管理不讲特殊性 对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我们在讲目标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一个公司快破产的时候 他才会最有动力 那个时候才会最积极 日子过好的时候 马上就不行了 就这个意思 就居安思危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是太怎么样了 我们是太无所谓了 我们就会强调客观理由 这个意思 管理不讲特殊性 然后上一节课 我们的授课重点 是这三条 我们再回顾一下 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就是有些员工说 我不是什么都想要 或者我没什么特别想要了 这种员工可能就想要一个事 叫稳定 想要稳定 那你就看看你的公司 有没有需要提供稳定的这方面的这个环境 然后能给员工一个工作目标 如果没有 那你就要想办法 通过末尾淘汰也好 绩效考核也好 让这个员工找到更合适的公司 关于招聘呢 和这个员工的这个离职之类的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段子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企业家 跟我分享的 他当年啊 为了辞退一个财务总监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为了辞退一个财务总监 他找到了竞争对手 把这个财务总监挖过去了 因为他们行业在 他们公司在他们行业是非常优秀的 有很多猎头想挖他们 然后那个财务总监就一直想掌心 一直想 想提高自己的待遇 提高自己的职位 但是那个老板给不了他 然后那个财务总监就在背后搞事情 最后老板就找了一个猎头 把这个 把这个财务总监给挖走了 那个老板给那个猎头双份的这个佣金 就是他能从那个员工那儿挣来 他也从这个公司那儿挣来 所以说给了他双份的佣金 然后让他把这个财务总监挖走了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管理 最重要的是追求绩效 追求你要什么 不要追求你的方式绝对正确 或者追求你的方式是规范的 大家能理解吧 关键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第二个我们上一课的重点是 让每个员工都知道团队目标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知道 员工不知道 如果我们定了一个目标 定的不清楚 员工也会不知道 第三个是 让员工明白通过团队目标实现 个人目标会更好地被满足 这个意思 上一节我们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我们经常一厢情愿地对员工好 然后我们特别抹不开跟员工去聊聊 他想要什么 甚至我已经给了一些提纲 其实我们还是不会去做 为什么还是不会去做呢 因为我们还是没从内心里边建立起来 我们要通过员工完成工作 为什么我们没建立起来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内心里对目标的坚定 程度就不够 我们自己都是吃一天混一天的状态 我们能带出好员工吗 就这个意思 前两天我批评一个骨干员工公司的 然后我太太问我 我说你为什么不批评那个员工 你为什么要批评这个骨干呢 为什么要批评他的上级呢 我说员工有什么错 员工遇到好老板 他就是好员工 员工遇到差老板 他就是普通员工 大家认同这个话吗 员工有什么错呢 一个员工最幸运的 就是他能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上级 他在一个好的上级手下工作 他每一天压力都会很大 他的目标会很明确 他的进步会非常快 为什么他的进步非常快呢 因为他的动作是有效的 他的动作强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决定了 我们自己什么样 决定了员工什么样 不要老是想员工的问题 你自己是个差的主管 你的员工问题出现的概率就会特别多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说我当然要批评主管了 我干嘛要批评员工呢 然后我们还画了这么一个向线 大家可以一起再看一下 这个向线是员工的个人目标 四个向线 这四个向线最终要归结到哪一侧呢 最终要归结到工作这一侧 员工是通过工作来满足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也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工作 然后工作让个人发展再去 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闭环 通过个人发展能够让工作更好 通过工作更好也能让个人发展更好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 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然后我们上节课也讲了 激励员工的根本前提是让员工拥有明确的个人目标 如果一个员工什么目标都没有 你就可以跟他讲 你最大的目标就是找一个适合稳定的公司 在我们公司会非常不稳定 所以我们公司其实不适合你 很多时候你这么一说员工自己就会找了 你就要明确的告诉员工 这个公司不适合你 因为这个公司不稳定 这个公司每天都在折腾 这个公司会一直变化 这个公司一直在追求增长 这个公司不追求简单的安逸的生活 你也要告诉员工 你要告诉他 你想追求稳定的这个目标 在我们公司实现不了 员工其实自己也就慢慢就走了 你都不用去辞退他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给的七个问题 怎么和员工聊天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疫情嘛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尽量通过电话局沟通 尽量不要通过微信打字 因为微信打字没有什么呢 微信打字没有表情 没有感情 员工容易理解错 最好还是用语音通话 最好是视频这样的 和员工聊一聊 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 有的员工会这么想 我前两天和一个员工讨论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问题 他说川总 如果一个人想赚一百万 如果一个人想赚一百万 但是他什么能力都没有 他在这个公司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职位 在这个公司也没有太好的业绩 他怎么赚呢 大家听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想赚一百万 他在这个公司条件也很一般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上级 他怎么能做到呢 我跟这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哈 你看看你自己想不想赚一百万 还是想赚两百万 我是这么讲的 我说呀 本质上他不想赚一百万 他希望天上掉下来一百万 他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一百万 这样的人大把 真正希望通过多劳多得赚一百万的人多吗 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多得不希望多劳 所以怎么能够赚一百万呢 如果你希望赚一百万 这是你的目标 你马上就会对照那些赚一百万的人 去要求自己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希望赚一百万是自己的目标 你马上就会对标那些赚一百万的人 去要求自己 你的时间观念 你的自我约束 你的学习 你的饥渴度 你对上下级沟通的重视 都需要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要求 所以你对客户的重视程度 你对机会的重视程度 都会改变你的行动 你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赚一百万 也许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五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五年 第一年十万 第二年二十万 第三年五十万 第四年八十万 第五年一百万 甚至更多 赚一百万 就会变成一个能做到的事 很多人为什么做不到呢 很多人只是希望得到一百万 并不希望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状态 所以他得不到 很多人连这个目标都没有 他只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 如果一个人有目标 他就会去做相应的规划 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在下一个课程里边 第二个模块里边 我可以专门拿出一次直播课 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赚第一个一百万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到那个时候 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小承诺 看看你能不能付出相应的努力和计划 我们在下一个模块 我会专门讲一下这个课题 咱们一言为定啊 上一节课 我们还讲了这样的一个重点知识 就是立会日报怎么做 三件事 早会讲目标 白天更新进展 晚上复盘差距 早会讲目标 早会讲目标 白天更新进展 晚会复盘差距 这是上一节课讲的重点 包括书面绩效 年度绩效的签约 年度目标的上墙 年度目标的盘点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还讲了 员工的干劲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的实际工作和绩效激励是匹配的 实际工作如果多 绩效激励如果少 员工就没有干劲 能懂了吧 就是你的实际工作和他的绩效激励越匹配 他的干劲越足 多劳多得 干劲就足 就这个意思 上一节课我们还讲了一个知识点 日常管理应该追求什么 同学们再看一下 日常管理应该追求这四件事 你现在想一想 你的公司能做到吗 让员工时刻清楚工作目标 让员工时刻清楚成果标准 让员工能够及时解决问题 让员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管理 什么叫及时解决问题呢 员工能够发现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能够反馈上来 你可能会说 员工如果不反馈问题怎么办 很简单 你要去问员工 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哪件事你认为影响了你的业绩 今天哪件事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的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吗 以及今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这样做的对你会有帮助吗 我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在做一个新事的时候 我可能都会很晚了 还在和我的团队通电话 很简单 白天可能没有那么多事 晚上就要通电话 为什么呢 晚上大家干完了 我得知道大家干的怎么样 白天大家干的时候 我尽量别打扰人家 大家能理解吗 一个管理者 白天员工干活的时候 你要让他安心心干活 按照你的计划干 晚上员工干完了 你可以跟他做一点复盘 做完复盘之后怎么办呢 你半夜接着给员工做计划 第二天他按照你的计划 接着干活 这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跟员工之间的时间应该是错开的 你不应该是员工干活 你也干活 员工不干活 你也不干活 那样的话 你就没法为员工服务了 所以管理者没有自己的时间吗 我看到有同学在给我鼓掌 好像这个应该是这一点也有启发了 你看又抬杠 如果员工回答都没问题 其他员工的做法对我也没有帮助 直接问他业绩完成的怎么样 想不想在这干了 你是否清楚 如果连续三个月业绩完不成 公司会自动辞退你 你是否清楚 在业绩完不成的情况下 公司随时有时间 有机会辞退你 随时有能力辞退你 就可以了嘛 你跟员工叫什么劲呢 你跟员工讲道理有用吗 你跟员工要讲的是目标跟责任 不要跟员工讲道理 更不要掰扯员工的喜好 把责任抛给员工 让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公司的责任是什么 好 我们上一节课的课后训练 三条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抱歉 就是我这个课件里 这个第一步里边 我少写了一个三位成员 其实是三个员工就可以了 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会写的比较多 三个员工 最多三个员工就可以 根据本月的团队目标写出三位成员在本月的个人目标 现在问问大家 本月的团队目标应该是经营型目标还是管理型目标 一个员工如果是金牌员工 他就应该是目标完成了 如果他目标完成了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不挺好的吗 你不就少操心了吗 就这个意思 经营型目标吧 对不对 本月的目标是经营型目标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训练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同学们的作业 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专门讲过 一切管理工作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第一条叫清晰 第二条叫有效 第三条叫承诺 在讲有效性的时候 我们举了一个什么案例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的关于有效性的案例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咱们一起把之前的课程都回顾一下 我相信大家开年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反复看回复 举了什么公司的 offer的对不对 我们把那个案例找出来 我跟大家一起再复盘一下 把那个案例找出来 什么叫有效的目标 我们看一下 我再拿出一页客键来 抠过来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专门讲过这个案例 对不对 目标无效 什么叫目标无效呢 offer亚太区推广员工何欢 明显感觉到 offer内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胀的速度 入职第一个月何欢便得知 offer曾经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7000辆车 24小时之内4000辆就不见了 offer还在使用机械锁 车没法追回 所以当年 offer的市场推广的目标是投放多少辆车 不是有多少辆车在使用 所以 投放多少辆车本质上是个无效的目标 因为很可能意味着投出去的车丢了 没人用 坏了 大家能理解吗 这叫无效的目标 因为这些目标不能直接保证结果是好的 所以offer的管理是 不管你投放多少辆车 我应该是市场上有多少辆车正在使用 这个能理解吗 这就是叫目标无效 这个是最难的 当你刚做管理的时候 你经常会做一些无效的目标 比如说 今天沟通20位客户 这就是一个无效的目标 今天沟通20位客户 会经常这样去定目标 当你对目标越来越重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做了很多无效的工作 然后这些无效的工作慢慢可以优化了 你才会发现你的管理是有用的 然后我们之前的课程上讲过一个smart原则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标的五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具体的 具体的 比如说完成100万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具体的 不具体的 24小时在线解答 这叫具体的目标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不具体的 我要提供优质服务 来来来看一下 具体的目标是24小时在线解答 不具体的目标是提供优质服务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具体的 一个是不具体的 再往下看目标的几个要素 可衡量的和不可衡量的 100万年收入 这个是可衡量的 回款 不可衡量的 稳定的生活 大家能理解吗 有些人说我就希望每天稳定一点 我就希望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他这个目标就实现不了 这样的人一定会每天都不开心 而且会随时不开心 他的情绪会非常不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开心就不是一个可以衡量的一个事 开心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感性的事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可衡量的和不可衡量的 目标一定要可衡量 同学们我们一起把这五个原则再重复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看各自的作业 第三个是能够达到的和不能够达到的 参加两场演讲课 演讲天才 我的目标是成为演讲天才 这就是不能达到的 我的目标是今年参加两场演讲课 这就是能够达到的 就是它是有理论可能的 相关的和不相关的 相关的是什么呢 就是和你的核心工作核心方向 关联度比较紧密的 相关的 拜访100家餐饮企业 不相关的 自学生物制药原理 你的工作目标一定要和你的工作相关度非常大 这才是OK的 相关的 不相关的 有实现的 没有实现的 10月31日前完成1000万 权力完成1000万 这两个 一个是相有实现的 一个是没有实现的 就是时间限制很重要 我们前面讲了目标要清晰有效 目标一定要有时间要素 就这个意思 我之所以讲这一块 是因为我们后面的作业都要用到这些 咱们可以慢慢看一下 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份作业 伟同学 我们就不念大家的名字了 就不等大家了 我们直接开始作业点评 同学们可以一起来点评一下 我们看看伟同学的作业 首先团队目标完成目标客户500个 并加为微信好友 完成目标客户500个并加为微信好友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目标是否 是否清晰是否具体是否可衡量 大家看看团队目标 这个是经营型目标还是管理型目标 整个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就不讲时间了 都是三月份 就都是一个月嘛 首先这是管理型目标吧 对不对 但如果它是运营部门 如果它是运营部门 比如说是市场市场营销部门 它的目标是这个月的目标是获得1000条客户线索 获得1000条客户线索 扩号手机号 获得1000条客户线索 扩号手机号加公司信息 大家说这个可不可以作为一个运营部门的经营型目标 一个运营部门的经营型目标 是1000条客户线索 扩号手机号加公司信息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没错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团队目标呢 我们说它可能是个经营型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是无效的 这个目标应该是无效的 因为加为微信好友不代表 以后就可以一直联系了 很有可能对方也把你删了 把你屏蔽了 就不回复你 能懂吗 这个意思 然后完成目标客户500个 这个是完成目标客户线索500条 这样改就可以了吧 我改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 完成目标客户线索500条 微信号加手机号加公司信息 这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运营部门的经营型目标了吧 OK 然后我们再看A员工 三月份在湖北湖南 河南 安徽浙江 五省寻找目标客户 并添加为微信好友各60人 共完成300人 好 其实就可以按照上面的这个目标来拆分了 对不对 按照上面的目标来拆分 B员工也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做日常工作的时候 你希望这个目标被管理的更好 你可以把周目标再拆分一下 大家知道吗 你可以按照时间线再做一个约束 比如说前两周完成200人 后两周完成100人 就是你要保证一个节奏 这个也是可以的 目标管理做的越具体 员工的有效性可能会越高 然后你的管理 你的管理的控制的这个程度会越高 就是对目标的可控性会越好 这个意思 好吧 这个我们过去了 这是伟同学的 总之的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拆分 那我们先把它明确一下 完成目标客户线索500条 这个就符合我们说的了 清晰 对不对 清晰 清晰不仅是添加微信好友 包括微信号手机号公司信息 清晰有效 清晰有效 这个意思 好的 第二个 他刚刚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可衡量了 对吧 我们来看第二分作业 张海燕 海燕在吗 同学们拿出30秒钟来看一下海燕的这个目标 然后 60分 80分 90分 或者这样吧 70分 80分 90分 你给海燕打个分 我们看看同学们 假设海燕是你的主管 假设海燕是你的管理者 这个目标的做法 70分 80分 90分 你来打个分 你看看海燕在这件事上能打多少分 海燕呢 我们看看同学们 怎么给你打分 70分 80分 90分 前三名同学都打了90分 80分 90分 70分 目前看来90分还是蛮多的 我想采访一下同学们 打70分的同学 这个为什么要打70分 怎么想的 能不能给我们海燕一些参考 一会我来公布我的答案 打70分的同学 来 你怎么看 你是怎样认为的 他这个打70分 没看出来他的回款从哪里来 是吧 所以打了70分 没时间 因为时间是未来一个月嘛 好 我们假设都算4月份 或者都算3月份 那海燕呢 你要吸取教训啊 这个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同学们在这件事上 要求高了一点啊 没看出来这个回款从哪里来 时间节点不明确 对的 管理型目标不是服务于经营型目标 管理目标没有保证经营成果的动作 好 任务标准可以更明确 不太懂 回款和客户啥关系 回款和拜访客户有没有关系 我先问问这个问题 回款和拜访客户有没有关系 我来公布我的答案哈 同学们 这个 我的答案是90分 海燕哈 如果你是我的主管 我愿意给你打90分 在听完第一期课程的基础之上 因为我也没教大家怎么做有效动作 对不对 因为那是第二个模块 做工作计划的时候要讲的 我第一个模块重点的讲的还是目标 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如果让我来打分我愿意打90分 当然了如果要求高一点 那可能可以打80分 但是打70分没理由 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个主管来说可以打90分了 这是我的答案哈 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打90分 最主要的 他的每个员工都有相应的管理型目标 以及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型目标 就是回款目标 以及相应的管理型目标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要素 最重要的要素 然后他的管理型目标是有分类的 他的管理型目标不是完完全全 看起来好像都是一类型的 比如说拜访客户 签订合同 积累币类客户等等 包括拜访新客户 那如果我们说要求严格一点 打80分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管理型目标可以加一点时间要素 为什么呢 如果你拜访12位新客户 都是在最后一周拜访的 你有可能回款吗 如果你拜访12位新客户 都是在最后一周拜访的 是不是你的回款就会非常紧张啊 哎 拜访新客户对回款有帮助 我们做销售的都知道 拜访任何一个客户都有可能回款 能懂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要求高一点的话 是他的管理型目标可以有一些时间要素 就这个意思啊 那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做出时间要素呢 因为我们做工作计划这个课程还没讲啊 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课讲 下一节课讲的是什么呢 怎么样完成你的目标 就是第二个模块专门讲怎么样完成目标 怎么做能够保证目标是可完成的 这个是我们在第二个模块专门讲的问题 怎么做是能够保证目标可完成的 让员工有信心完成目标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经营性目标和管理性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愿意给90分 好吧 这个作业我们就到这了哈 恭喜海燕哈 我认为你是不错的啊 还是可以的 第三份作业 曾一飞 曾一飞 曾同学 曾总应该是在公司做人力资源部门 对吗 是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吗 新入职员工 培训 这是他的团队目标 新入职员工的培训 就是新员工培训 60人分三批培训 考核 考核合格 通过率80%以上 同学们来说一下 假设曾同学是人力资源部门 大家说说这个团队目标 或者培训部门 这个团队目标合格吗 是否OK 新员工入职培训 60人分三批次培训 考核合格 通过率80%以上 有说合格的 有说不合格的 来我们重点听一下 不合格的同学是怎么想的 大家为什么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合格的 新员工入职培训 就是我的目标是完成新员工的入职培训 通过率要达到80%以上 三次培训时间没有 培训内容没有 三次培训的时间 三次培训的时间 是管理型目标 还是经营型目标 问问大家 具体的每一次的时间 是管理型目标 还是经营型目标 最少不低于48人 对不对 对吧 那个是管理型的目标 我们只说团队目标 首先应该是经营型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可以的 当然呢 这个团队公司 他的上级 是不是认为这件事重要 那就不一定了 也许上级认为你 这个月最重要的目标 再给我招120人呢 是吧 或者不是完成培训 而是让48人转正 80%转正 不是80%培训合格 大家听到了吗 有可能是这样吧 有可能是80%的新员工 转正 不是80%的新员工 培训合格 这个也有可能 所以经营型目标 记住哈 来自于上级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这个意思 那目前的这个说法 如果上级认可 那我们认为它也是OK的 但是在表达上 可以稍微的再润色一下 可以稍微再润色一下 比如说 3月20日之前 完成60名新员工培训 考试合格率 80%以上 大家听到了吗 我们再改一下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作业 3月20日 3月20日 前完成 新员工培训 完成60名 新员工培训 考试 考核合格率 80%以上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3月20日前 完成60名新员工 入职培训 考核合格率 80%以上 好 就这样哈 就这个意思 个人目标 完成7天培训课程设计 流失率 控制在20% 为一线尽快补充人员 大家看看 这个里边 哪些词在我们定目标的时候 是不应该有的 看看个人目标 哪个词是我们以后应该忘掉的 我们应该再也不用的 它应该是我们的词典上抠掉的 它应该上我们的黑名单的 哪个词 尽快 对不对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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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忍不住给大家鼓掌了 特别棒 鼓掌 就是尽快这样的词以后就不要说了 是吧 特别好 完成7天培训课程设计 这个个人目标 其实应该有时间限制了 就是最好 有时间限制 能理解了吗 每一个都要有时间限制 咱们再重新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管理性目标 同学们 我现在允许我翻一下之前的课件 我们来看看我之前做过的案例 大家看看 对这个 对这一页PPT肯定有印象吧 经营型目标 管理型目标 是不是每一个动作都要有时间限制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 曾总啊 你的这个作业在个人目标这一块 是要做更具体的描述的 目前这个个人目标 因为你的业务类型 我不太熟悉 但是呢 给了你一个模板 你那个是属于严格的一个流程倒推型的一个管理性目标 就是按照整个最终目标去倒推 每一步应该做什么 对吧 这个案例是有参照性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第四份作业 严恒庄 严总 严总是西安的同学吗 不知道在不在线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作业 团队目标 完成一季度交付验收任务 完成年度目标体系制定下发和承诺确认 召开年度质量会议并上报会议报告 成立质量什么委员会并印发工作机制和年度目标计划 OK 我猜到了哈 我猜到了严总 所以你这个作业确实 我只能说一点 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有特殊性的 因为严总的工作单位是有特殊的 确实是有一些特殊性的 但是从整个的管理上讲 经营性目标 每个月永远只有一项最重要的目标 其他目标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做贡献 如果其他目标不能围绕这个目标做贡献 都是并行的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那就会出现 做多做少都一样 辛辛苦苦也没有评价 因为最终能给你评价的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最高的那个经营性目标能给你评价 不可能哪一个目标都给评价 因为很多目标最后不会带来直接成果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 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把工作目标并列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具体目标最终不会有成果 举个例子吧 本月出勤30天 必须都在9点以后 9点之前上班 本个月本月出勤30天 必须都在9点之前上班 假设你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 你就按照这个目标完成了 你跟老板讲多给我开1万块钱 你看看哪个老板给你开 不可能 老板肯定会说 你早上早到了 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你早到了就能多创造业绩了吗 你给我看看你的业绩怎么样 大家能理解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工作 如果那个工作不能跟第一目标直接相关 那些工作本质上是经常无效的 无效不代表没有价值 有价值干啥都有价值 无效的关键是上级不会给你评价 这句话大家能理解吗 无效不是没价值 你做什么事都有价值 你擦个桌子也会有价值 无效的关键是上级对于很多目标 不会给你评价 你完成了他也不会给你评价 因为他也给不了 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些情况 换句话说 严总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你在现在的这个目标里边 你一定要跟上级反复确认哪个是最重要的 哪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去衡量 衡量你的时间投入 你千万不要均分 每天都觉得有好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定出问题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自己特别累 特别忙 好吧 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目标之后 大家看看这个团队目标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很难具体衡量的 很难评价的 那我们往后看的时候 他的目标就特别多了 目标就特别多了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 他也存在于一些单位 目前确实是这样的 后面的这个目标 我确实就不一一点评了 我确实不一一点评了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其实和我们的课程 整个相关性确实不大了 我们要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围绕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目标 去拆你的管理性目标 因为我们做所有的工作 都是为了那个最重要的目标 去努力的 没错 没错 是跟这个部队相关 是跟部队相关 他确实是有一些 现在有一些并行的目标 那我们讲的就是 一定要想办法跟上级确认排序 什么目标是最重要的 然后管理自己的人手跟精力 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二部分 正宫吧 3月28日18点前 3月28日18点前 这个很好 这一看就是我们课程上 学过符合我们课程标准的 完成一季度安全形式分析报告上报 这个可以怎么讲呢 这可以这么讲 完成一季度安全形式分析报告 这是一个动作 同时上报 比如说司令也好 军长也好 谁也好 这个意思 直接上报给这个最大的干部 或者叫你的直属的干部 主管的干部 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3月30日前18点前完成巡视整改报告 上报并追踪确认 其实这个你看 它的过程就有点复杂了 再往下 3月30日18点前完成人力资源委员会组建 制定工作机制并下发年度工作规划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件事 所以呢 我们在接下来还要做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一个目标只说一件事 大家记住这个 一个目标只说一件事 尤其是一个管理性目标只管一件事 好不好 咱们达成一个共识啊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 严总在听到我的这个点评的时候 不要介意不要受影响 因为这个确实和我们的课程的关联度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分裂啊 但是我们私下会把这个问题再解决一下 一个目标只说一件事 对 后面的这个我们就先过了啊 然后助教可以把这个作业 再和我们的客户好好沟通一下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机构啊 单位来学管理 我相信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机构 单位学管理 只要你能够树立起来正确的目标观念 你的动作一定是越来越有效的 然后大家一定是越来能够 越来越能够调动起来的 谢谢你啊 还是要感谢你辛苦的做了这么这么详细的作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来我们看第五份作业来自于苏州的团队杨平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美甲团队啊 对万科电业绩目标30万 万科电业绩目标30万 我们我们就稍微宽容一点吧 咱们直接给加一个3月31日前对吧 或者3月份 3月万科电业绩目标30万 可以吗 这样好吧 3月万科电业绩目标30万 就这个 哎 你看 青岛的同学啊 特别棒 这样是不是更好了 太好了 我们给王增宽 王总 鼓个涨吧 王总给你鼓个涨啊 很棒 不是业绩目标30万 是完成回款30万 3月万科电回款30万 点睛的团队看看这个有没有必要 我们请点睛的团队来分享一下 这个这个小的动作的修改有没有必要 是吧 谢谢 然后再拆分个人目标这一块我们再看一下 呃 所有的数字都是用万 10.2万 好吧 0.9万 0.1万 0.02万 200 叫0.02万 咱们未来都是要走向全球500强的公司 咱们的最小单位是万 没有圆 同学们 同意吗 最小单位是万啊 作为管理者 没有圆 直接说万 然后就是一 把万这个破了以后就是一 就这个意思 好 10.2万 咱们看一下SUNY的这个个人目标 每天服务5位顾客 每位顾客客单价680 一个月服务 150位顾客 总业绩10.2万 我们看一下 SUNY一个月要工作多少天 是不是一个月要工作30天啊 如果一个月要工作30天就不休息了 那SUNY可能第二个月就不想干了 他就疲惫了吗 能理解了吗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调一下呢 来 何老师给一个建议哈 每天至少接待5位顾客 每位顾客客客单价680元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用680元啊 客单价680元以上 客单价至少680元吧 这样 或者叫这样吧 客单价680元以上 3月总回款10.2万 每天至少接待5位顾客 我们这会儿可以加上一个总接待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SUNY每天至少接待5位顾客 括号 月接待不少于150位 客单价680元以上 3月总回款10.2万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客单价680元以上 有必要说吗 客单价680元以上 有必要说吗 大家一起来给个建议 客单价680元以上 有必要说吗 可不可以不说 如果不说 可不可以会影响他的业绩吗 可以不说吧 就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SUNY三月 每天至少接待5位顾客 月接待不少150位 三月总回款10.2万 可以吗 这样看看行不行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了一个每天至少多少 然后一个月至少多少 一个月至少多少 其实你就保证了一个总量吗 每天保证了一个每天的效率 一个月保证了整体的效率 那其实SUNY就明白了 对吧 我前20天平均一天接待8位顾客 前20天平均接待8位顾客 我就结束了 我后面就可以调休了 或者我就可以怎么样 对吧 可以这样吗 OK 这会儿 这会儿 这会儿大家理解了吗 改过的哈 Amy 每天电话沟通20位顾客 通过沟通销售 380 380女神卡9张 一个月沟通600位顾客 成交270张 380女神卡 总业绩 10.26万 哎 我们看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 先改这个 这叫清晰有效 这个意思 来我们看看看看 这样哈 哎 我们看看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回款有个问题 回款是含了实际与预收的 预收的办卡客户 找SUNY做了服务 记不记录回款 这个是个财务会计准则 咱们在课程里就不讨论了 每个公司有自己的财务要求 以他们公司要求的为主 通常回款就是这个月进账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未来12个月的这个会员费平摊到每个月上 但是那个是财务指标 好吧 咱们不在这多讲了 我们看看啊 这个艾米和琳达的这个个人目标 是不是相对来说 读起来都比较绕啊 我们就改一个啊 我们就改艾米的这个个人目标 艾米 每天电话沟通至少 20位顾客 销售 女神卡9张 一个月 三月沟通至少 或者这样吧 月度 月总沟通 三月总沟通 六百个顾客 销售 女神卡 270张 总业绩 总回款 完成回款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哈 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是艾米的 每天电话沟通至少20位顾客 每天销售女神卡9张 这个有必要要求吗 每天至少完成9张销售 这个有没有必要要求 每天至少沟通20位顾客 销售 女神卡9张 有没有必要 有人说怎么感觉怪怪的 对吧 有必要要求 来 我来给一个哈 因为我们没学第二个模块呢 所以大家在管理这些事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哈 我就给一个建议是这样的 可以这么写哈 同学们听一下 每天至少沟通20位顾客 电话沟通哈 每天至少电话沟通20位顾客 三月累计至少沟通600位顾客 然后不用要求 不用要求销售女神卡当天多少张 而是要求完成多少回款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这样 这是三月目标吗 我们这样 3月8日前完成 3万 3万 3月15日前完成 6万 先说到这 大家看看这样能懂吗 这样是不是清楚了 这个是一个保护的 这个保护的就是要求把握一个节奏 把握一个节奏 这个意思 点睛的团队 是否理解 其实我们是给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一个冲刺的目标 什么时间段冲刺到多少 这个意思 然后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下 很有可能8日之前完成了2万 15日的时候完成了7万 可不可以 再听一下 很有可能是8日之前完成了2万 15日之前完成了7万 这个也可以吧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第二个模块讲 这都叫做工作计划 能懂了吗 这些都叫工作计划 OK 第三个 琳达的这个个人目标 我就不讲了 咱们团队一定能做到了 按照这个去优化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叫工作目标的 工作计划 其实你会发现当不学这些的时候 你想自己调整出来非常难 你就只能祈祷你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上级 然后很多上级是什么呢 人特别好 但是管理上不会 是这样的吧 来我们看第六份作业 张金珠 也是点睛团队哈 我们来看看团队目标 3月31日之前带领奥体电全员完成流水10万的业绩目标 可以删减为3月完成10.2万吗 来 红刚说的是我会 我做会在3月8日含3.8至少5万 很好 不错 大家看看第一个目标哈 3月31日前带领奥体电全员完成流水10万的一级目标 是不是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啊 这个可以稍微的 简念一点吧 3月31日前就可以直接这样吗 3月完成流水 3月奥体电完成10万回款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直接写成这句话 3月奥体电完成10万回款 这个就叫简单清晰有效 是吧 好 后面的每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有了 但是月的节奏没有 以及具体做什么能够完成没有 啊 所以后面的那几项 其实有点像前面的这个目标 有点像海岸的这个目标 可以结合海岸的目标去做一下调整 就是每一个同事 每一个员工 他的经营目标是清楚的 但是他要至少做成什么样的管理动作 要做一些要求 否则员工会不知道做什么 员工做什么 那个是管理性目标 员工要完成什么 那个是经营性目标 这个意思 我们每一次点评作业啊 大家觉得这个过程 对于你的整个的这个串联和理解 会是更深入的一个帮助吧 因为如果没有作业点评 其实这个可能就会很难理解 我问一下同学们 大家有发现吗 真正听知识的时候 其实直播不直播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管理你能够听完 同学们发现了吗 真正听知识的时候 比如说某一个完整的知识点听的时候 直播不直播不重要 只要是能够让自己听完很重要 答疑的时候一定要直播 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直播 点评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直播 能理解了吧 这是完全不同 所以同学们学习的时候 要对学习形式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不要追求所谓的学习形式 对 对个人目标是经营目标 加管理目标都要包括 都要包括 否则员工知道月底前要完成什么 但是员工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 管理型目标就是员工每天要做什么 经营型目标就是员工到月底 最重要的是要完成什么 这个意思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经营型目标是成果 管理型目标是保证成果的手段 员工要每天去做一些有效的工作 来保证他的经营型目标 好 咱们回答第一个问题 来自于徐鹤 他说我们每个月都会做月计划 然后分解到每周 每周一呢 还会做例会分解任务 陈会西会都会做 感觉目标定的明确也比较单一 就是目标很清楚 只有收款业绩目标 然后会给员工分配资源 但是会有一些老员工 抗拒执行或者缓慢执行 总有理由搪塞 比如资源不好 手里活不多 家里有事 客户不行 请问何老师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留着对新员工影响较大 不留着日常任务还胜任不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题杆 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个问题 看看这个题杆 关键是 我们自己的管理都挺好的 但是有一些老员工抗拒执行 管慢执行 我先问问大家 作为管理者 徐鹤现在面对的是问题还是机会 其实这是我们第四个模块讲的 已经超纲了 徐鹤面对的是一个问题 还是一个机会 徐鹤面对的是个案 还是普遍现象 是个别员工的情况 还是员工的普遍情况 徐鹤面对的是问题 就是有一些老员工执行 是问题 那我问问大家 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的核心参考因素是什么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我来做这个工作 我也许是这样的 我就不管他了 我就不管他了 大家说有没有可能也可以 我没有时间管你 我的月目标都完成的挺好 其他同事也完成的挺好 我不管你可不可以 我们看看大家的反馈 影响经营目标就要管 不影响经营目标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刚刚教给大家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能懂了吗 如果你每个月的目标完成的都比较好 你就要放松这样的事 每个公司都会有这样的员工 你要适当的放松 你不要要求每个员工都像你一样 这是第一个思路 先看看你的经营目标完成的行不行 经营目标完成的够不够 第二个 你有没有精力去做相对清晰的绩效考核 如果有绩效考核 完不成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做了绩效考核 员工完不成还这样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做了绩效考核 但是你没有执行绩效考核 没有执行绩效考核 就是你的管理动作没做 这个时候你应该管的是自己不是员工 你应该把自己该做的事 该说的话告诉这个员工 员工就清楚了 比如说不好意思 按照过去三个月的表现 你已经完全不胜任这个岗位了 但是你不能在第三个月才跟人家讲 你要讲三次 第一个月讲一次 第二个月讲一次 第三个月直接走人了 这个意思 所以第一件事 是要看看你的大目标 是否实现 是否受影响 如果大目标受影响了 你要执行严格的考核制度 对就这个意思 他搪塞也没关系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情况是什么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一种可能情况 就是我们前两天讲过的 员工搪塞 员工总有理由 他有可能是有这三个原因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怎么干 干起来不顺畅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整个的这个问题的提干理是这样的 我们的目标定的比较单一 比较简单 其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背后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 你定的是经营型目标 员工怎么做他不知道 所以你认为你给了他资源 但他其实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资源 这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其实能理解吗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你定了目标 但是员工不知道怎么做 你把经营型目标定清楚了 但是管理型目标没有拆清楚 其实是工作计划没有做 员工怎么做一定能完成 他不知道 这是有可能的 这只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是这样的 下属表现差多思考六个问题 我们再看看 大家现在再看看这六个问题 这就是下属表现差多数要问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员工是不是知道 工作目标完不成会怎么样 完成会怎么样 很多时候员工是不知道 第六个问题的 因为公司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 能理解吗 同学们这一点能理解吗 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换句话说 我们太要求员工主动积极了 然后有些员工呢 他就不是这种类型的 这个网上有很清楚的 这个有同学说 不胜任工作辞退 是不是需要支付多一倍工资 网上有很清楚的 这个人力资源制度 不一定 不一定 看你公司是不是之前 有了明确的绩效执行 他没有达成 如果没有达成 那就不用 如果他是适用期 那也不用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绩效考核 直接想开掉一个员工 那就需要协商了 好 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 第一个问题要思考 个别老员工出现这种问题 我是不是一定要管 七次 个别老员工出现这种问题 我是不是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尤其是胜任制度 大家记住这句话 胜任 很多公司都有奖励制度 没有胜任制度 我们在第五个模块 讲考核的时候会讲 所以同学们别着急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很多公司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视管理吗 为什么很多公司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视管理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对目标不坚决 对目标不坚定 所以公司的增长也是没有计划的 公司基本上是随着市场行情在做 尽可能做好 但是做到什么程度 没有明确的规划 也没有明确的决心 这就导致调整是随意的 是特别靠自己的现场发挥的 是特别靠自己每一年的这个实际情况 他是不会靠自己的这个管理控制的 这个意思 不是没有看到管理的好处 不是没有看到管理的好处 是自己就对公司做成什么样没有明确的目标 当你有明确目标的时候 一个员工不合格 你肯定会把它开掉 很简单 这样的员工会影响你实现目标 你根本没有精力去跟他讲道理 你也不会有很好的这个状态 跟他讲道理 因为没有必要 跟你讲什么道理呢 我哪有精力跟你讲道理 赶紧下一个 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职能部门不带业绩指标的中层管理 没有劝退成员的权利 只有正常管理职能 团队中有存在各项指标 都比较低迷的CC类人员 咱们之前讲过 CC类就是态度也不好 业绩也不好的 这种人要求稳定 属于年轻有个性 不能吃苦 不期待升职 喜欢玩乐的下属 如劝退此人 又没有权力 且涉及到公司团队内部的权力架构问题 因为某部分人为高层亲自选拔 对于该选拔的人员不好处理 请问何老师 向职能部门没有业绩激励 属于固定工资 如何统一刺激一起前进努力工作 我问问各位 大家看完这个问题之后 假设你是我或者你听完这个管理课 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庆瑞也是我们比较优秀的同学 在听课的时候一直很积极 同学们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的反应是什么 假设你是庆瑞的同学 王总的同学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们首先来问一个问题 目标来自于哪 目标来自于上级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上级就不做这些事 你作为中层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上级好好沟通一下 看看能不能争取得到 如果实在争取不到 那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 我只能给你这个回答 因为你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前提条件 公司在这方面的管理 上级是不重视的 你作为中层 你是没办法拿到资源的 因为开掉一个人 这叫人事权 人事权是公司最重要的一项权利 人事权 你没有这个人事权 你就需要跟上级沟通 你跟上级沟通要什么呢 你跟上级沟通资源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跟上级讲 目的都跟上级讲 我为了完成您交给我的目标 我必须要有这个人事权 如果没有这个人事权 我是完不成上级目标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强调一个客观条件 你说 何老师 我们公司的上级就不给啊 或者我们公司的上级 对完成目标要求不高 那咱们就进入一个死胡同了吧 咱们学的管理知识 是不是就怎么都解决不了了 就这个意思 大家能理解吗 公司里边很多很多问题 是你跟上级之间的这个问题 你能不能解决掉 我前两节课还说过一个问题 我说很多职能部门之所以没有目标 是因为他平时在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无效的 很多职能部门 说是没有工作目标 是因为他很多事都是无效的 他也定不出来目标 公司在定这个部门的时候 就没想清楚这个部门应该贡献什么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刚毕业的时候 我在政府工作 我在政府工作的两年的时间 我的直属上级是一个处长 我不知道说到这会不会不好 我的直属上级是个处长 那处长就有一个亲戚在我们部门 然后他这个亲戚其实每天啥也不干 那我就是我只能干的更多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也没有什么 就直接被推荐过去的考过去的 那我就得忍受着 就是我还得忍受着帮他干活 我还得完成处长交给我的目标 我还得经常跟处长吃饭 这没办法 你就选择了那个 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政府 我就只能去企业了 因为我想追求更有效的多劳多得 我就去企业了 这就是现实情况 因为你改变不了你的上级 你更改变不了你的单位 所以你要选择的是 你在这获得的是稳定 你还是在这要完成业绩 如果完成业绩 肯定要去业务部门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到那儿 因为前面的客观条件太多 我们改变不了那些客观条件 第三问 徐如雪 何老师好 我私最近刚刚开始建立绩效考评体制 在网上看了很多考评表 都有自评这一栏 请问何老师在员工的绩效考核中 是否有必要加入员工自评分寿部分 加入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直接来回答这个问题 绩效考核中加入自评 从理论上讲是有必要的 但从实际的情况来讲 你要看你公司是不是有资源 能够把员工的自评 进行真正的梳理和评价 也就是说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 有时间去看员工的自评吗 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客观条件 你在绩效考核的时候 你为了把绩效考核做得更好 你可以要求员工去做很多很多事 但是员工做了自评 你会给员工反馈吗 你有精力去看吗 如果你有 你能看懂吗 你有一个很好的人把关吗 如果有 OK 这就是合理的 如果没有 咱就别扯了 能理解吧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自评的意义是什么呢 自评的意义是看一个人才的自我认知的客观性 自评的意义是看一个员工的自我认知的客观性 自我认知越客观的员工的成长性越好 自我认知越主观的员工的成长性越大 这是我给的建议 这是我给的建议 你可能在书上找不到这个理论 大家能理解吗 自我认知越客观的员工给他的建议越好 就他的成长性越好 自我认知越主观的成长性越差 那我现在再教给大家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五个模块要讲的 怎么做自评呢 怎么做自评呢 不要做自评 要问问题 什么叫问问题 公司问问题 大家知道吗 公司可以这样问问题 你们看过那种组合呀 或者夫妻呀 在娱乐节目上 两个人考核默契度吗 大家有看过这样的节目吗 有的组合 有的夫妻 在一个娱乐节目上考核默契度 有同学有这样的这个娱乐节目印象吗 有吗 所以你在考核员工的自评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考 你问员工 你对请写下 你为你的团队做到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这是可以的 或者为你的上级做到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月 为你的下属做过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为你的下属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帮助 这叫自评 然后呢 你可以问你的员工 就是问他的下属 哎 你的上级这个月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看看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对上 这个自评他自己就有效 你都不用给他反馈 他们两个人之间就反馈了 同学们能理解吗 你可以问A 假设A是中层 你可以问A 你为你的上一级贡献了什么价值 然后问上级 A为你贡献了什么价值 你对一下 下级也一样 同事也一样 这个意思 这个是可以做自评的 这个自评互相看 互相之间还能收获更多的了解 可能就把你人力资源做反馈的这个给做 给怎么样了 就给分解出来了 这个能理解吗 我们在第五个模块可以详细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需要 是需要比较多时间来讲的 大家可以这个理解我一下 我在这只是跟大家先描述一下 你可以问A员工 你为B做过什么贡献 你也可以问B A为你做了什么贡献 然后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对 这个自评是有意义的 第四问 张同学 上级布置工作经常说不清楚 上级布置工作经常说不清楚 导致部门每个人的工作职责不清晰 出现多次 做虫且无用的工作效率低下 请问何老师 这种情况如何管理 同学们 向上管理 管理上级的第一点是管什么 大家有没有一个理解 我们讲了第一个模块 当你要管理你的老板的时候 你要管理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穆森太棒了 反复确认目标 反复确认目标 让他听好多课也可以 但这个咱不强调 反复确认目标 就这个意思 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自己制定目标 而是从直属上级那里拿到目标 这个是管理上级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上级布置工作任务布置的不清楚的时候 你要和他确认 我的目标是这个吗 我的完成标准是什么 我的时间是什么 我过程中可以请示什么资源 大家听一下 目标 标准 时间 资源 这个意思 然后上下级之间信任比能力更重要 成果比路径更重要 所以我们讲的是 跟上级要建立信任关系 不要点评上级 更不要在背后揣测上级 认为上级不会布置工作任务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跟上级会越来越糟糕 另外呢 多问上级希望自己产生什么样的成果 少问怎么做 怎么做是你的事 很多时候上级容易管你怎么做 忘了告诉你要做到什么 这个是职场的悲剧 就是天天管你具体怎么做 就是不告诉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再看看上级对你的需求是什么 大家再看一下 上级对你的需求其中包括 实现更低的管理成本 就是你在布置工作任务的时候 一次当面的跟他把任务确认清楚 以后就再也不问了 这叫更低的管理成本 被下属尊重和信任 当面有话直接说 没听清就直接说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是不是做领导的说话 都喜欢言简意该 是不是做领导的很多时候 思维都快呀 他容易概括 不是他没有能力讲清楚 他会认为他懂了 他会认为你也懂了 这个意思 所以你多跟上级讲一下 你说我确实没理解 能不能再跟我说一下 张总 您的思路太快了 我有点跟不上 老板 我觉得你想的特别好 然后呢 我觉得你也考虑了很多 我可能还差一点 能不能再跟我讲一讲 这叫对上级尊重 这个意思 我们之前的课程上 其实还讲过 就是在开年的直播课上 那个课已经下架了 开年的直播课上 我们还讲过 反馈不同意见 管理上级的时候的三个层次 是这样的 川总 我认为这样很难完成 或者川总 我认为任务我没听清 上个月的数据是这样的 我不确定是否能完成 上个月的数据是这样的 如果按照目前的资源 不做其他的准备 我认为基本完不成 但如果增加某方面的资源 我认为完成率 可以达到90% 甚至更高 这就要对上级管理 前两个是做的不好的 第三个是做的最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再往下看 上级更欣赏的三种状态 管理上级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一页记下来 不管你是否有意见 不管你对上级怎么看 你都要对目标完成 保持乐观的心态 不仅要分享自己的思考 更要调动上级思考 不管上级是否采纳 都要请上级确认授权 管理上级的时候 一定要向上级确认 是不是我这个月这样就OK了 我这个月要重点做这个 我这个月要完成这样 要跟上级确认清楚 第五问 我们看一下朱同学 想辞退一名 来公司两年多 做过贡献的同事 准备先夸一下他之前 为公司做的贡献 但是目前分销商部 业绩下降 人员流失确实有不小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谈是否合适 想听听何老师的意见 大家看看怎么办 同学们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单一答案吗 是不是需要确认不少背景 比如说 这个是裁员 其实这个简单来说 这就是裁员吧 这应该就是一个 想要裁员的问题 就是我想把一个部门裁掉 首先确实要明确沟通目的 但如果他来了公司两年多 做了贡献 做了贡献 如果你现在确实因为成本问题 想裁员 那你早点说跟员工讲清楚 千万别包不住 最后让人家要赔偿 少一分都不行 你要给员工一定的时间 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帮助他去找工作 给他介绍机会 如果人不是那么多的话 至少是可以考虑做这些的 否则的话 如果员工翻脸不认人 就按照劳动法去要求你 你也真没招 但是我也要跟各位管理者讲一下 劳动法确实对企业 目前是不那么友好的 确实企业的压力会大一点 但是呢 这件事你还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调稿 是不是有可能调稿 明白吧 如果你直接想这么谈 上来先明确目的 给员工时间思考 然后多听听员工的意见 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员工 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员工 这一块呢 不太属于我们这一节课里的 如果同学们对这类感兴趣 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样的内容 再整理一下 变成相应的课题 相应的课题 已经调过一次了 调过一次 如果他的绩效做了 如果他的绩效做了 那你可以直接明确讲 如果他的绩效没做 你还是最好给他做三个月的绩效 或者跟他讲 我给你赔偿一个月 你看看能不能 你拿着这一个月的薪水 去找工作 我们就不折腾了 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 可能再是三个月 业绩也很难完成 这个市场出了问题 所以能不能理解一下公司 这是有可能的 按照这样的方式 还有一种可能的 就是三个月吗 或者更多吗 对不对 这个能理解吗 研究一下劳动法吧 很多时候 我们在 我们为什么讲要做绩效考核 是因为当你对一些人 不满意的时候 你手里是有凭据的 怕的是你没有任何凭据和说法 也没有给员工任何交代 上来就说人家不行 这样就出问题了 好 我们整个的第一个模块的课程 到今天就差不多了 咱们每一次直播课 基本上是在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吧 确实上课的强度比较大 上课的强度比较大 大家也 也这个比较辛苦 学管理呢 总会有特别多的具体的问题 如果你想展开讲 是能讲不完的 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但是很多问题呢 我们会通过这五个模块 来找到答案 咱们第二个模块 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这个模块 我再重复一遍 就讲一件事 这个模块就讲一件事 怎么让员工有信心完成目标 这个是真正的目的 怎么让员工有信心完成目标 就是员工知道怎么做 一定能完成目标 这是我们第二个模块 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学完第二个模块 能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但是没有第一个模块 第二个模块是做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只学第二个模块 你没学过第一个模块 你会发现你还有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 大家能懂了吧 如果没有第一个模块的学习 当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你会经常调整目标 纠结于目标 是不是合理 当我们学习了第一个模块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目标就是合理的 目标就不能动 目标就应该放在那 真正要做的是计划 3月17号 咱们五天之后 休息五天 五天之后见 好吧同学们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同学 还没有报后面的课程 我们现在已经不接受 单个模块的报名了 因为服务起来是比较难的 咱们一起报名这个服务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做决定 然后呢 有任何问题和我们的助教沟通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一个模块下来 肯定会有一些卡顿啊 葛老师讲的可能也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啊 等等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咱们这个课程 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到大家的 希望大家接下来再接待力 我们一起再往前走 好吧 把我们第二个模块的能力补上来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课程见 3月17号见 谢谢